来关注前几天我们说过的一条新闻的后续消息 通缉令上那个叫做清晨景亮的所谓的高颜值女嫌犯自首了 你说是不是媒体的大量关注也起了一定的效果呢 什么意思 你是想说难道他想证明说 你说那个漂亮的人是我 我就是清晨景亮 不是这意思 就是能当酒托来诈骗钱财 他绝对不会这么天真 我看是因为大家伙太关注了 太多人都熟悉了这张脸 他肯定也知道怎么藏都藏不住了 赶快自首吧 其实也不只是他自首了 昨天上午四川绵阳警方发布消息说 包括女酒托清晨景亮在内的五名嫌疑人 目前都已投案自首 这个团伙至2018年4月以来 先后在绵阳市多家等地作案 抓捕当中的有七名犯罪嫌疑人在逃 于是绵阳警方在网络上发布了一条 追踪在逃嫌疑人的通报 没有想到这条通报马上就引发了关注 而其中一个叫做清晨景亮的女犯罪嫌疑人 更是因为清秀的长相成为了焦点 很多人其实也为她惋惜 你说小姑娘长得还算行 干什么正当职业不好 你为什么非得诈骗呢 一时间清本家人奈何做贼的这句话 在网络上是广泛传播起来 偏偏这个女孩的名字的第一个字就是清 仿佛这个词是特意为她而生一样 我还记得当时对于网络热议 绵阳警方的回复是 长得再好看她也不能犯罪 必须没错 是吧 我估计这伙人确实也是知道藏也藏不住了 其实能早一点投案自首 对她未来肯定是有帮助的 对 与她有过交往的人也表示不紧 因为其中一个同事就跟记者说 说跟她共事的时间不多 就各把月 她是1999年出生的 清晨景亮是一个性格和群 外相爱美的小姑娘 在我们几个年龄消长的同事面前 感觉她就是一个不懂事的小孩 而说起清晨景亮做求托的事 同事说或许她和她的男友有关 大概六七月份她从原单位辞职 并说要跟着男友去外地 这才几个月的时间 人生就发生了这样的变化 看来与什么样的人交往非常重要 正所谓进诸者赤识 进墨者黑 希望这清晨景亮能够改过自新 第四月 第四月